这个还是调的不好啊 OK 好的 好的好的 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了 再做一个调试 昨天520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 开心吗 其实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那么 最重要的 昨天老家梅子我看了婚姻故事 但是 他拿奥斯卡的这个 奥斯卡的这个叫什么 金像奖 我还是有一点意外 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个 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感动 讲的就是一个很平常的这种 这种 两个夫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 没有觉得有太多的感动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在看 当然结局有点悲情 对吧 嗯 故事的女主角 他 因为这个抱负性的劈腿 跟摄影师吧 对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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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有了外遇 但是我想在毫无感情的情况下有了外遇 然后跟这个男人最终的离了婚和这个婚姻和这个摄影师应该是同居了 对不对 他的妈妈和这个摄影师也是相处的非常的和谐 那 那在这之外 其实这个男的还是对他是挺有感情的 嗯 我想说什么呢 其实嗯 在婚姻中 我们除了要有感性的一面 还是应该抱着理性的态度来看待 或者说在婚姻之前就应该我们定一些规则 对吧 一些可以让彼此温暖的一些小小小小动作可以都规定一下 是不是会更好 那么祝愿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感情世界 不管是在婚姻之中还是婚姻之外 好吗 那么也推荐大家来看这个这部电影叫婚姻故事